其实,在娱乐圈中,外貌身材管理也算是明星们的一项任务了,是问谁愿意看着屏幕上都是一群发福油腻的人呢? 演技不好,还能说是实力有差距,身材管理要是也不行,那真的就是态度问题了。 不光是观众喜欢看剧男靓女,很多剧本在选角的时候也非常注意形象的贴合度,因此为了把握机会,圈到更多粉丝,明星们为了保持身材使用各种奇招。 曾因为千山木雪被潮,史上最胖女主角的影儿,在节目上爆料,自己为了减肥,有过连续一个月,每天只吃一粒老干妈的经历。 同台的小月月也不好意思地提起,自己为了减肥,整整结食五天,什么都不吃。 马思纯分享自己的减肥经验是直言,饿是最重要的,还自曝自己曾经七天不吃饭,就连娱乐圈里的优雅女神刘诗诗也曾在采访中透露,为了保持身材,有五年没吃过主食。 就连刘德华,古天乐都自曝,十来年不吃主食,米饭,华仔还称自己一点也不苦。 看了这么多例子,只能感慨一句,原来明星也不容易,再仔细琢磨一下他们对自己有多狠,还能安慰安慰自己,不掉肉,也是情有可原了。 不过,没有最狠的,只有更狠的。 1.刘乐妍 刘乐妍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台湾女星,虽然名气不大,但是她的偶像包袱却不小,为了变美也是不择手段。 前段时间,刘乐妍表示,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太好,甚至一度因为腹痛,去医院开刀。 在媒体的追问下,刘乐妍解释了自己开刀的原因。 原来早在几年前,刘乐妍为了减肥,就曾切除了25厘米的大肠,但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。 其实,从刘乐妍之前的照片中不能看出,她的身材样貌还是比较出众的,尤其是一双大长腿让她显得非常高调。 然而,刘乐妍却对自己的模样很不满意,她觉得自己的身材比较高,因此就算体重不大,在镜头里也会显得很壮实。 于是便去做了减肠手术,也不知该说她对自己要求严格,还是该说她太能作死了。 更离谱的是,她不光切了大肠,还花十万块在胃里装了水球,以求获得饱腹感。 结果可想而知,刘乐妍确实瘦了下来,但是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。 如今,刘乐妍三天两头就往医院跑,而她也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,可惜为时已晚,在未来的日子里,她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了。 2. 伍志恒 伍志恒曾是一个明媚动人的模特,他的家世也非常不错,父母都是香港有名的医生,可是自从嫁入豪门之后,伍志恒的命运就彻底改变了。 2. 两千年,伍志恒嫁给了永安集团的太子爷,郭永纯。 婚后,伍志恒放弃了模特工作,成了一个父贤在家的豪门阔太太,从那以后,她就变得越来越不自信,她经常患得患失,担心丈夫会嫌弃自己。 往往郭永纯的一句话,就能够影响她的心态。 某一天吃饭时,郭永纯随口说了一句,你好像胖了点。 简单的一句话,却让伍志恒忐忑不安,于是,她便开始想方设法地减肥。 然而,由于服用了大量的减肥药,伍志恒的肠道受到了严重的刺激,还引发了罕见的肠色症。 因此,伍志恒只好通过一系列的手术来治疗。 结果,伍志恒的胃被切除了一大半,小肠也只剩下了原本的八分之一。 最后,伍志恒已经无法正常进食,只能靠书液维持生命,而他也彻底瘦成了皮包骨头,甚至连下地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。 如今,伍志恒只能坐在轮椅上,让父母推着出行。 从当初的活力四射,到现在面如枯稿,伍志恒的遭遇实在让人心疼不已,可是他变成这样,又能怪谁呢? 如果从一开始,也就不会造成今天的局面了。 3. 吕山 香港老牌歌手吕山,四岁就参演电影《梅兰竹菊》,后来还曾经和梅艳芳一起在丽园唱歌。 在TVB热播剧《驼枪师姐》《风神榜》中也有过精彩演出。 虽然未能大红大紫,但在影视歌各方面都算小有名气。 吕山身高1米76,常年体重维持在90斤左右,一直都是马杆身材,两条腿又细又长。 但吕山的瘦并不是天生体质造成,而是刻意节食维持的。 吕山为了减肥,有吃饭后抠喉的习惯,一顿饭下来要吐十几次,疑似患有厌食症。 有记者曾经拍到,吕山在和妈妈吃饭的时候,食物只嚼几下便吐出来,好像只是尝尝味道,并不吃进肚子里。 或许正是因此,吕山从来没有胖过。 如今,年近60的她,穿两件外套依旧很苗条。 不过幸运的是,吕山并没有因为过度减肥出现健康问题,出道多年来,一直活跃在舞台上。 原本今年还计划开演唱会,但因为疫情的原因被迫多次延期。 而且,原本在国外度假的她,因为疫情滞留美国三个月,香港的工作被迫取消,让她损失严重。 所幸,在美国接了工作,自己带着大包小包到处演出的日子,看起来非常惊感。 4.郑艳丽 郑艳丽是香港80年代的女星,最风光的时候,曾和梁朝伟合作《侠客行》,但到了90年代,她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,再也接不到优质的影视剧资源。 郑艳丽为了重新获得人气,竟然选择拍摄限制级电影,但事业并没有回春。 而她却被台湾富豪黄仁忠降终,郑艳丽也一度以为自己能够嫁入豪门。 没想到,黄仁忠却突然猝死,让她豪门梦碎。 不仅如此,郑艳丽将自己的大部分资产全都用来投资,结果,不善理财的她几乎赔光了所有身家。 她不想再回到娱乐圈当托星,便去餐厅打工,成为了时薪只有十几块钱的服务员,甚至为了多挣一点钱,选择去麦当劳夜班做兼职。 曾经艳光四射的女星,如今住在公租房,靠着端盘子拖地为生。 人生的境遇波折,让人唏嘘不已,但郑艳丽非常知足,她不在乎容貌,反而长胖了不少。 但她的厄运并没有结束。 2021年6月,她因为厌食症被送往医院,这时她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糟糕,整个人暴瘦十几斤,身体各项指标失常,营养吸收功能失去一大半,一度住进了ICU进行抢救。 这时的正眼里,脸上丝毫没有光彩,年仅48岁的她,看起来像60多岁的老人,愿她能熬过这一关。 5.何嘉文 说到何嘉文,可能大家很陌生,好像没有怎么听到过这个名字。 其实,她也算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星,而且有台湾甜美教主的称号。 首先,我们来说说何嘉文的演艺经历。 她是歌手,也是演员,同时还是主持人。 虽然她在出演的剧里,她都是配角,但是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她出演过《宝莲灯》、《爵士双娇》,她还主持过《台宗》、《我猜》、《我猜》、《我猜》、《康熙来了》等。 但是比起她的作品,更吸引人的是她的减肥事迹。 现在的明星和她比起来,简直是小巫见大巫。 她就是那种典型的为了美,不要命的人。 看到她在综艺节目上介绍的减肥方法,小八只能说,何嘉文果然狠,她曾经跟着模特学着吃虫减肥,这究竟是什么偏方啊? 除此之外,她还尝试各种偏方加减肥药,体重都是几十斤往下掉,因为减肥太狠,她的一些器官出现了问题。 一开始以为只是急性肾余炎,但是去到医院检查之后,却被诊断换为早期癌症。 何嘉文更是直言,如果再晚去几天,她就要洗肾了。 小八觉得,这种减肥不是减肥,是在玩命啊。 除了肾脏受损,因为过度减肥和大量吃药导致免疫系统出问题,也影响了她的生育能力。 她和丈夫一直没有孩子,无奈去做了试管,但是很可惜,两次都以流产收场。 不仅如此,她为了治疗减肥后一症吃药,在片场还晕倒过。 经过一番折腾之后,何嘉文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,停工在家休养,积极配合医生治疗。 何嘉文在2013年上节目的时候,已经胖成了大妈的样子,整个人没有了以前瘦小的模样。 很多网友纷纷开叠,表示不相信。 其实,何嘉文休养之后,还是有很多关于她的消息流出,比如像生活拮据,需要做销售养家。 被问到时,只是说是帮亲戚的忙,自己只是会员。 看到这些消息,小巴忍不住想起感叹,一个甜美教主就这样消失了,成为了一位胖大妈。 已经40岁的何嘉文已经不拍戏了,主要是接一些综艺节目,也许是因为胖了的原因,也可能是因为年轻时把身体底子弄坏了,接不了比较辛苦的通告。 毕竟,综艺通告算是比较轻松一点的。 6. 大S 大S爱美这一点是人尽皆知的,在综艺节目里,她还曾跟自己的姐妹们分享保养心得。 然而,大S到底多爱美,她为了变美,又用了哪些离谱的手段,想必很多人都不知道。 从大S年幼时的照片可以看出,她小时候皮肤很黑,跟现在简直判如两人。 至于大S为啥能从小黑炭变成肤白貌美的女神,还要归功于她的心狠。 为了变白,大S从17岁开始就没晒过太阳,就算是在大夏天,也要穿着长袖长裤,不让自己的皮肤暴露在外。 除此之外,大S还服用过抗凝血剂,这种药物确实会让皮肤变得惨白,但也会有很严重的副作用,比如皮下出血,消化道出血等等。 最严重的是,服用这种药物之后会延长凝血时间,因此稍微磕一下碰一下,就会出现淤血淤清。 而且,大S还单单追求美白、瘦身、护发、面部保养都是她的强项。 之前,她为了减肥连续三天只吃苹果和酸奶,还同时服用了泄药,结果导致肠胃严重受损,住进了医院。 由此可见,大S为了变美可以说是连健康都豁出去了,然而这样的状态又能维持多久呢? 为了变美,牺牲健康,无异于陷入一个恶性循环,等到身体吃不消的那天,就再也折腾不动了。 7.张伯芝 作为一代女神,张伯芝的颜值和气质不用多说,即便如今已经40多岁,但她依旧保持着火辣的身材和精致的容貌。 要知道,张伯芝已经生过三个孩子,还能保持这种状态实属不易,而她之所以能够一直这么美,已跟她心中的执念脱不该干系。 早在2004年拍摄《无疾时》,张伯芝就曾因突发肾炎被送进了医院,而她患上肾炎的原因则是过度减肥。 当时,张伯芝通过节食减肥两个月瘦了10公斤,但她对此还是不满足。 为了快速瘦脸,张伯芝不惜服用利尿剂,虽然短时间内效果惊人,但是却会增加患上心脏病和肾病的风险。 然而,即便已经有了一次患病的经历,可张伯芝依旧对减肥情有毒中。 从张伯芝分享的日常食谱中可以看出,她的每一餐都吃得极其简单,有时候一顿只吃一个鸡蛋或是几颗蔬菜,常年把配菜当作主食。 也难怪张伯芝能够一直保持苗条的身材,只不过,随着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,这种节食减肥的方式肯定会被淘汰,等到她恢复正常饮食,还会面临很严重的反弹。 好了,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,如果喜欢本期视频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,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